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最近听说一条新闻 缅美诈骗窝点被剿灭之后 头目畏罪自杀 然后人们在翻阅他的资料之后就发现 他生前是何等风光啊 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甚至还有很多艺术家给他录视频 庆生 祝他生日快乐 这些艺术家呢 倒不是说跟这诈骗头子有什么勾结 只是钱给够了 于是呢 出厂露个脸儿 今天啊 咱们看给什么出厂费呀 请人来捧场啊 这情况很正常啊 那请来了呢 大多数也是娱乐圈的人士 换成古代 古代这请到捧场的人 这要比什么娱乐圈文艺界 那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们甚至会把那些国家的一二品大员 请到自己家 给自己站台 把回信请自己家来了 给自己家看门 就这感觉一样 是吧 那么清朝呢 既有这么一件事 一不小心还酿成了一桩大案 前往五年 一个京城的老将户于军碧去世 那这样一个人嘛 死了就死了 加上他生前呢 也没有儿女 那按理说 这身后事啊 应该会很凄凉 然而呢 并没有 于家举行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 智商委员会的负责人 是当时的内阁学士许王游 到临前祭拜的 也都是朝中的大员 什么大学士 许本 赵国林 这些汉族官员就都前来吊咽 这于家的门槛啊 都快为这些国家干部给踩平了 那著名的那三朝元老 汉人 佩享太庙第一人张庭玉 人虽然没去 但是他也送了一份书简前往 表达着寄托自己的哀思 那这种几乎全体大臣出席 而且是以官员身份参加的葬礼 谁叫做九卿会丧 清朝啊 他的礼仪等级非常严格 帝后驾崩才能用九卿会丧呢 公卿以下 那没有圣旨一律不得会丧 哪怕是有圣旨让你会丧 那规模也小得多 只是说皇帝派官啊 到他的坟前进行这个祭祀 就是普通的韭菜更没有会丧之说 那这个事呢 就是严重违反了当时的礼制 乾隆皇帝听说这件事之后 大为震惊 这于君弼到底是谁 他有什么能量能调动这么多的官员 所以就赶紧吩咐他的心腹大臣 京师九门提督 兵部尚书恶善来调查此事 恶善呢 办事雷厉风行 很快就查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个老江户啊 这个于昀弼呢 他给皇家干了一辈子 晚年呢 凭借自己的经验和钻影 已经是混成了能给皇家提报价的包工头 承办的都是皇家大工程 这皇家工程那不就是腐败工程吗 是吧 参与修建的什么户部 这工部 乃至于这些内务府官员 这从中都有分成啊 那盖个房子要十万两银子 是吧 什么都有八万两都是他们的回扣 那剩下的才是什么用工用料 不过具体说这个承办工程的这些工匠们来说 你说反正这报价也是水涨砖高 那我就尽量的把工程的预算款加大 领导要回扣 我也不能亏着自己啊 于昀弼和工部呢 他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几乎是参与了每件工程的建造 那么几十年下来积撒了一大笔家产 据说是有上百万两之多 而这老于这一个人呢 这一辈子无儿无女 旁信亲属啊 什么收养的义子 这就是和他最亲近的人了 那人死后这么多家产怎么分 这就是这个什么亲属啊 义子啊 所竞争的核心问题 他们都想找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给自己站台 以证明自己是最合理的财产继承人 其中啊 老于有一个义子叫做 徐炳毅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活动能力极强 跟清朝各级官员也有一定的来往 为此他找到了当时朝廷的内阁学士 徐王游 这两个人是一个家族的 有点学员关系 能说上话 徐炳毅呢 就给了徐王游不少钱财 让他在自己这个干爹出殡那天 去主持这场葬礼啊 给自己捧场 这又能显示出徐炳毅的后台硬吗 打消其他人争家产的想法 在族人和钱财的面子上 这许大内阁啊 他就答应了徐炳毅的提议 而且又提出既然是撞声势的话 那不妨咱把这动静闹得再大一点 这个朝中不少同事啊 由徐王游出面啊 让这些同事去到这个人家去吊宴啊 给徐炳毅捧场 起初啊 百官是非常不齿的 认为此人不过就是一个皇家啊 一个御用的匠人 哪里有资格让我去亲自吊宴呢 但是徐王游抛出了撒手锏 郑重百官的心窝 凡是参加会丧的大臣啊 每个人给车马费五百到两千两不等 而且承诺这争到了财产之后另有重谢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这个呃 官员呢 最抠门的一个朝代 一品官一年他的俸鲁才一百八十两 那后来雍正啊 是增加了这种叫养年银的制度 这笔钱也是地方才有的啊 什么什么总督是一万五到两万两 巡抚是一万到一万五千两 这是那个地方官才有的 你经官没有这个待遇 所以大部分这个经官啊 只能是靠什么地方官给的孝敬啊 来维持手里的这些开销 但是如果说这个经官要是没什么实权的话 你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肯定孝敬的多 但是你管复联的啊 你这个在什么 海洋与边界司工作 这就这就没什么拉拢的价值啊 所以就没人来送孝敬 那这些人呢 肯定就会去开源节流吧 去搞钱嘛 那怎么搞呢 谁给他钱 他就去给谁站台 这许王游一宣传 各位官员就琢磨 本来自己收入就不高 现在去一趟就能得好几百上千两银子 而且是有内阁学士相邀 那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啊 于是就演出了这场九卿会桑的丑闻 恶善呢 把这个调查结果汇报给了乾隆 皇上大为震怒 堂堂的朝廷大员 为了一个黄白之物 然后你去违规组织成群结队 到一个石匠家里面磕头去 成何体统啊 即便是说啊 皇上这心中啊 是失望至极 但是这毕竟是涉及的人太多了 如果真的给他们一一查办的话 那中央政府没人干活了 天下还得需要是有人跟真一起共事呢 那乾隆呢 他就只能是草草发落 把那些行贿的徐炳毅啊 把受贿的许王游啊 还有其他那几个拿大头的阿律成属啊 徐炳毅 许王游 刘放宁固塔啊 然后其他这个拿大头的是将职 还是革职啊 浅回元吉 剩下的那些位只能是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而恶善呢 在这次工作 他干的很漂亮嘛 皇上呢 很是欣赏 这赏赐他紫禁城骑马 这是雍正朝以来啊 这个荣誉只能是65岁以上的权臣才有资格获得 那一时间恶善 风头无两 成了众官员 开会啊 开研讨会学习奋斗的标杆啊 向恶善同志学习啊 这意思 不过好景不长 仅仅过了一年之后 恶善呢 他就从劳动模范变成了劳动改造 那他被弹劾了 说他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收了一万两银子 而且是谁给的呢 是这个老于过季的孙子于长庚送的 这个送恶善钱就是为了扳倒对手 好让自己继承百万家私 乾隆皇帝知道之后啊 他又是大为震惊 他又是大为震怒 亲自审问恶善 一问啊 确实是有这件事 那么最后就是令他在家中自尽 但恶善呢 毕竟是朝廷大员 又跟随皇上身边很多年 这乾隆不想斩杀他于市井之中 以最大程度保全他的名义 那也是这护住皇上自己的脸面 是吧 那么在这起案件 就是翻来覆去的提议 这乾隆自己也感觉越查问题越多 那赶紧说了结这桩遍及朝廷上下 内外的丑事 下令啊 这事到此结案到此就了了 是吧 不再追求其他的任何线索啊 你再给我递上来什么其他的线索 我就不听了啊 那这起案件呢 虽然是了了 但是他治标不治本 于军币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你作为一个降户承包那些什么公布啊 国家立项的工程 这些都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工程 本来应该是精打细算 既然是你花钱这么大手大脚 那其中有多少什么利润回扣 那于军币呢又是怎么维护的啊 和公布之间的长期关系 于家摆出这么大的场面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运作张罗 官商之间 官官之间 他们是怎么搭上线的 为什么一个官员一句话就能让满朝文武都去送葬 而且大家是乐子不疲 这些事如果是深挖的话 他肯定是会挖到一些问题的 另外啊 参与争夺家产的鄂山 许王游 他们都被办了 那还有没有其他官员也参与了 他们会不会参加这次行动了 那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的行动 以乾隆这种精明 我觉得他肯定不会不知道这些事 但是呢 他也知道 你要是彻查的话 从最下边干活的到他自己都有责任 你就像大明王朝1566那样 改道为丧 那是国策 然后查查查 查到最后 查到嘉靖皇帝自己 这没法查了 要是真的把责任摊在每个人的头上 到头来怎么收拾 那从乾隆这开始就得治罪 他就得斩首 无法分尸 是吧 那么要么有罪的话 所有人都有罪 要么所有人都没罪 但是这当到皇上是为了干嘛的呀 是为了享受奢侈生活的 对吧 乾隆当皇上真的是为了让天下苍生 这什么 过好日子的吗 不是啊 他是为了湘飞呀 他是为了夏宇和呀 他还为了谁 什么什么如意 什么延喜 对不对 你保不齐 他也得为了戎摩摩呢 是吧 他得过这些生活啊 那就算是他儿子不过这样的生活 是简朴 对吧 他儿子想改的话 但怎么样 他也改不了 因为底下那些人 他们还想过奢侈生活呢 所以这件事只能是稀里糊涂的 就这么 就给了了啊 好了 关于这个清朝的一个出厂费 然后引发的一起大案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